谢谢主席张委员 改选都已经成立了 你们这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旧的 还在台南县台中县台北县 淡水已经淡水淡水区了 现在还在淡水镇 然后你刚刚所讲那个不动产交易价格一点通 那个资料更新到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到昨天晚上为止是到去年12月31号 去年12月31号 所以你们这个 你既然政府要成立网站 提供讯息的话 我就需要是如实迅速具体 所以因为你刚刚特别谈到这两个东西 我本来不想问的 但是你谈到了 我就特别跟你提醒 就是说我们上去看这个网站 这两个网站的东西 其实会让想买屋的人 会想了解情况的人 会觉得有点挫折感 说你政府的资讯怎么这么样的低落 速度这么慢 现在都已经过完年4月18号了 你的资讯还是12月31号的资讯 完全没有更新 第一季一到三月都已经结束了 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季了 你都还没有做任何的调整 所以这个部分 市长 报告委员 今天下班前可以要求他们更正吗 报告委员 您刚刚提指教的话 有一部分像历史资料 像台北线台北 就是即使新北市成立以后 因为它是历史资料 所以我们的历史资料 是不会把它 就重新把它全部都变成新北市 就是过去的历史资料 那您刚刚指教的有一部分 它那个一点通 那个部分它虽然是没有更新 但是我们目前已经有做整合 因为事实上我们部长在 在过去的话 最近在立法院都有承诺说我们在整合 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在整合 不是你要整合的话 你知道应该要距离时间要越近越好嘛 譬如说你如果现在公布的是 二月过完年什么 我还可以谅解 你现在弄到是去年十二月三十一号的 的讯息 人家觉得说我参考你这个东西干什么 搞不好我还被骗 对不对 这整个情况顺序万变嘛 所以我觉得你政府既然要推网站的话 你的讯息就应该如影随形 随着时间里面去推移 对 县委员报告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的一我们有发现就是我们一点通的更新的是比较晚 但是一点通的资讯里头有一些是跟我们一号室是一样的资讯 所以我们的一号室里面已经有更新到最近到 反正 反正市长你们要 我觉得这是官僚文术作业的慢 如果今天是一个民间的网站的话绝对不可能这么慢 或者是一个重金业也不会这么慢 第二个我想问你的哈 就是今天你是主张说一定要 先修不动产经济 业的管理条例 就好了 还是你是 认为说先修这个 还是连平均地权条例都不用修 需不需要修 办法委员 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有不动产经济业管理条例先修正 然后把这个资讯 去识别化的资讯运作 好那我问你吧 民众有信心 那好吧 就算你修过不动产经济管理条例之后 还要不要修平均地权条例 只要社会有民众能够 接受的话 我们会愿意再来做第二阶段的修 那其实一样啊 我今天如果先修平均地权条例 再来修你那个不动产 那其实只是说那如果这样追起来的话 我今天应该排不动产的这个这个经济 这个管理条例了 如果这样排的话你就没有你就不会反对了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问你的就是因为你的你的报告里面的第一点跟第二点是矛盾的哦 因为你报告里面的第一点就是说啊你主张要修不动产的经济业的管理条例 可是你报告的第二点就是说如果全面强制登陆交易价格会引发民众将一 实际价格课税的疑虑那请问你你那个不动产管理经济条例就不会产生这个疑虑吗 有没有这个疑虑 有没有 向向委员报告 因为不动产经济业他登陆的全的的义务人是那个业者 他不是民众啊自己去登陆 那一样啊一样一样以后税金机关像财政部的课长在这个地方 他们那个那个国那个国产局的这个 掌握到这个地方 一样嘛你结果还是根据东东来磕磕磕磕吗 那民众就不会有疑虑吗 我请问你 向向向委员报告哈 现在的话就是说 呃如果是这样子的 修正以后的话呢 可能有一个部分可能需要去考量的 因为如果他的已经有实际的交易价格 那民众的话呢 就是他的 印花税的部分的话 如果按照现在印花税法的规定的话呢 那他是要有这个 实陆的价格去加 市长你讲这个就离 就离题了啦 我的我的意思很简单 你只要第二点你那个逻辑成立 因为你现在 明白了反对赖斯保委员这个提案嘛 可是你那个理由如果用在反对你不动产经济管理 条例是一样的 啊 因为 呃报告委员 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们 就是为了要去除这样的疑虑 税的相关规定 你这个叫标准的巨建法 这就是个政府失败的地方 你内政部只处理我这一块我不要去得罪其他的业者 所以因此我的巨建法我税的部分 我就存了不论那是你财政部的事情 财政部咨询他说就是平均提前条例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个不负责任的 美国的美国的 法规 那么重视隐私权的国家 每一笔动产的交易价格都可以在网上看 我要买这个50年的房子 过去他买卖的记录全部都如影随形 日本现在建立起来 韩国建立起来 亚洲的 已开发国家 大概就我们台湾是最落后的 我们现在还在说 记忆人民会引发隐私权的问题 对交易价格的疑虑等等的问题 那还摆明就是行政机关就不做嘛对不对 市长你要知道 为什么这个奢侈税争议会这么大 本席原来也主张是买多少赚多少就缴多少 但财政部做不到 因为他没有办法查到真实的交易价格 所以只好将错就错 全部一年内15% 两年内10% 所以今天 很简单 今天为什么奢侈税的走法是这样 不管你买 你卖有没有赔有没有赚 全部都给你缴税 是因为找不到真实交易价格 贴近真实不是这个国家追求了吗 真实的价格的呈现不是保护消费者的 的权利吗 真实的交易价格不是对整个政府的公权利 跟对人民的私权利 都有同样的 两者都可以兼顾保障吗 真实价格的呈现 强制他呈现出来 没有伤害任何人 也保证国家付税公平 也维护消费者的权利 这个法案是行政院送出来的 所以在行政院审查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考量相关部会 而且是民众的相关的感受跟民众的疑虑 其实我们也 其实我原所指教的我们在过往 我们也曾经跟民众跟业者也是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说 其实 这个税的归税 那我们这个实际交易价格的登录的话呢 跟税是可以切开的 可是这样子的疑虑 因为我们现在 在台湾地区的话 民众自有的房屋率也达到了 当然大家对数字可能会有争议 但是至少 至少到85以上 那这样子的部分的话 对于说我们要一个健全房屋的 交易价格打击投资 跟涉及到所有的民众 他可能会有房屋税 或者是地价税 或者是这个在交易的时候 土地增值税的 这样一个缴纳 我回到最根本的问题请教你啦 民众买一个房子 让真实价格呈现 伤害到谁 伤害到谁 不管从税或从交易公平化 或交易资讯公平化 或消费者保护 或政府的一个 一个公权利的运作 请问你让真实价格呈现 你在这个 不动产管理经济条例里面 还是什么去门牌化 去什么区域化 还把他引而不现 我越听就越气了 我没有审 我就觉得说你这个条例真的是 真的是光说不练的一个条例嘛 所以今天我就说 真实价格呈现 站在政府的立场 是不是乐观其成 是不是 他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没有错嘛 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所以因此本席的观点 就我今天排这个案子 我不认为我有错 我认为 哪一个法案 进来的早 我就先排嘛 所以赖事保法案 进来最早就先排 而且我要告诉你 这是我们立法院的 法治局的正式 评估报告 他认为 他认为除了修 不动产 要建立不动产 经济管理条例 的这个修正案以外 他认为 地政事法 跟平均地权条例 都应该一并修正 所以如果概念叫一并修正的话 你今天反对这个理由 是不成立的 那有说要先修你那个东西 才能修我这个东西 对不对 而且要不要修我这个东西 你又说到时候再尊重名利的 大家的看法是怎么样 那你等于说你内政部完全失去一个 核心的主轴思想 今天财政部立场 我很佩服这个科长 我觉得他很有尬值 他非常明确 他职位不高 但是他非常明确 他认为应该要 所以 尽管可能还有土地税法的问题 刚刚华人素吻讲的也有道理 可能还有土地税法的问题 还有地政事法的问题 但是这个国家的改革 不就是这样吗 哪一个法案开始推动 就启动他的改革起步吗 哪有说一定要先你这个东西先 然后才能够怎么样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唯德不足啦 我觉得我现在 高度的怀疑 不是你不了解情况 就是内政部根本 在糊弄人民吗 你根本就无心想要推动任何的改革吗 真实交易价格的 透明化不就是我们国家 长期以来没有办法建立的制度吗 对不对 报告委员 这真的也是我们内政部追求的方向 跟目标 只是我们在做各种不同 市政的措施 提出来的时候 除了我们内政部自己的考量以外 我们还必须考量到整个 相关社会跟相关机关的 能够互相配合 所以市长 如果这个制度早就建立 今天的奢侈税 就不是这样科 就是你买多少 卖多少 赚多少 政府从你赚的 我才干你科税吗 对不对 就今天的奢侈税 是因为我不管 你反正一年内15% 两年内这个10%不管你赚或赔 赔活该你倒霉 所以今天一切的源头是来自于 房地产的交易价格没有真实的被登录 没有被真实的被披露 没有办法透明化 所以大家在这个里面糊弄了一个结果 那这些利益谁得到了 谁拿去了 是建筑业者吗 是卖房子的人吗 是中介业者吗 是政府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 一天到晚在讲理想化的改革 理想化的推动 结果实际上他去推动的时候 却说你这个平均地前条例 你这样修改的话 恐怕引发民众将依实际交易价格的疑虑 这有什么疑虑 依实际价格的科税 请问有什么疑虑 我想请问你就你这句话 我看了这句话 我比赖斯保文更不舒服 我想请教你 当你这个东西就 光是被民进党拿来修理你就好 我请问你依实际交易价格科税 有什么疑虑 请问你有什么疑虑 你告诉我 从公平课税来讲的话 请请问有什么疑虑 市长 你你只要告诉我 这句话 报告 报告委员 这个部分的话就目的性而言 我想我们必须承认那个部分 应该是在土地税法 由 财政部去修土地税法 在里头 那如果是土地税法修的问题 也不是你全责要回答的吗 问题是你拿一个不是你全责回答的 土地税法的概念 来作为否定人家这个法律修正案的一个观点 报告委员很不好意思 是因为 这个观点 的话是 我们过往在修不动产经济业管理条例的时候 各界给我们提出来的意见 那当然 因为也 确确实是 我想我必须承认委员刚刚提到的 方向 都是正确的 而且实际上应该是土地税法 才去做相关关系才是正确的 只是因为 我们以往在做这个政策的讨论的时候 叫我们不动产经济业管理条例的时候 我们也一样这样子来充分去对外界说明 可是 外界似乎还没有很认同我们的说明 所以我们才把这个 我觉得你们内政部的心态是 我认 我是很 看不惯了 我觉得你今天的写法应该是说 我们主张 应该从源头修正 从不动产 经济管理条例来修正 至于平均地税条例那个部分 是我一并修正 我们尊重大院的看法 然后至于其他相关的有关 实际交易价格的磕税的疑虑的部分 我们尊重 财政部 或尊重的这个土地税法的修正 你整个一环一环来嘛 你自己管的部分 你自己可以主张嘛 但是你去管一个 别人要做的主张 拿那个别人的 实际交易价格的疑虑 逻辑上我现在变成我这样解读你啦 你反对 你政府内政部反对 依实际交易价格来磕税啦 因为人民有疑虑啦 所以因此你赞成目前民间这种 所谓的虚拟的造假的 喔 这个 这个 台面下作业的这种假的交易价格 去磕税啦 你的逻辑就这样嘛 是不是这样 报告委员我想 委员的指教我们会虚心接受 但是我刚刚也特别说明了说 过往因为各界有给我们这样的疑虑 所以我们只是呈现这样的说法 那如果我们叙述不当的话 我们虚心检讨 没关系 市长我不是苛责你个人 我是苛责你内政部所代表的这个观点 不过没关系本席未来今天不管这个处理怎么样 本席 会尽快来排不动产经济业的管理条例 好不好 那市长请你随时准备 我们马上可能快的话就这个月 慢的话下个月初我们就马上来排